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 我们来说一说里约奥运开幕式 上周六备受各种吐槽的里约奥运 终于迎来了他的开幕式 尽管号称是史上最节约 但绝对阻碍不了里约奥运开幕式的美 发信人用他们的热情感染了全世界 跟往届的奢华宏大不一样 这里约奥运开幕式 他务求一个简约 充分体现了小而美的南美风格 用里约奥组委官员的话说 那就是注重独创而非奢华 你看啊 用音乐舞蹈3D效果来展示巴西的历史 以300名专业舞者和500名志愿者 来演绎巴西的文化遗产 以调侃的方式来呈现巴西的贫民窟 这些呢 全都让人耳目一新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开幕式传递出来的环保理念 最小的火焰 全绿的五环 还有神奇的三轮车 让开幕式充满了绿色环保 这巴西人呢 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告诉全世界 什么是对自然的崇敬 BBC在推特上是连连发文啊 狂赞这个开幕式 说我们都描述不清楚有多赞呢 这么一场开幕式 那是完全扭转了此前 因为安保等问题 礼约给世人留下的糟糕印记啊 有人就说 这就是被黑一个月 一小时就完成逆袭啊 早在开幕式之前 面对各种段子 你比如什么 安全第一 友谊第二 比赛第三 这礼约啊 压根就没有放在心上 非常的淡定 那难道是故作气定神仙 来掩饰慌乱 非也 巴西政府在开幕前的最后冲刺啊 让许多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也陆续呢 得到了各方的肯定 事实上啊 这呀 恐怕就是巴西人 他一贯的作风 这不还剩几天吗 你们急什么呢 这一次因为解说开幕式啊 白颜松被称为是国家级的段子手啊 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段子 说1960年 巴西呢 他迁都啊 把首都从这个礼约 迁到这个巴西利亚 在迁都一世 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 这新首都啊 还是一片狼藉呢 这还怎么体面的来迁都呢 你可别急啊 巴西政府厉害 他只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出动6000名工人 就运走了什么瓦砾 种下了棕榈树啊 安装好了路灯 把房子呢 也切成了白色 到了第二天 剪彩仪式顺利进行 你看啊 巴西人呢 他就是拖延症晚期患者 总要等到最后一刻才肯动手干活 其实对于举办大型活动 人家巴西有着丰富的经验啊 2014年巴西世界杯开幕之前呢 这个场馆建设安保等种种问题呢 同样也是被人诟病啊 甚至还爆发了大型的这个示威活动的 结果呢 本届世界杯被称为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件 所以面对奥运会 巴西依然很淡定 有人曾经这样来形容巴西啊 说在巴西啊 所有的一切呢 都可以被改变 舞者把搏斗变成了舞蹈 工程师呢 把森林变成了城市 人人呢 都学会了艺术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巴西 好 接下来是封面话题 最新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 封面话题是拉美范啊 这个李约奥运开幕式 因为超模吉塞尔的一段踢台秀 被称为是最性感的奥运开幕式 吉塞尔那是巴西国宝级的超模 也是史上最富有的超级名模 号称是会行走的长腿印钞机 其实啊 美女啊 那可以说是拉美的特产 在时尚梯台上 巴西以秘密天使著称 过去十年的世界小姐 有六个呢 出自拉美 在拉美 变美可以说是一项全民运动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呢 会比这更热衷于选美 一些银行啊 他甚至专门为此还定制了选美贷款 毕竟吧 赢得了选美比赛 对于出生贫穷的女孩来说 那是一条通往财富最有效的途径 英国每日邮报 探访了一个变美工坊 在那里啊 聚集了从五岁到二十九岁的女孩 她们都想成为选美冠军 除了这个美女之外 如果只允许巴西有唯一的象征 那肯定是这个桑巴啊 没什么比桑巴的自由奔放热情活力 更能代表巴西人呢 在里约桑巴呀 那真是演艺到了极致啊 人人在跳 人人会跳 人人都爱跳 桑巴呢 是一种欢快的舞蹈 一旦那跳起来呀 哎呦 别的一切都可以忘掉啊 特别是每年的这个狂欢琴 它能吸引上百万的世界各地的游客 专门到这个巴西来跳桑巴啊 巴西有一位人类学家呀 他就说 不是巴西发明了狂欢节 相反是狂欢节创造了巴西 要我说呀 李约奥运啊 是运动员的一场李约大冒险 也让世界呢 再次见识到了拉美范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最新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 文章标题 最值得你关注的李约奥运明星 在李约奥运会上 有一些体育明星 特别值得人们关注 他们有的是将 晚晚结束自己的奥运征程 有的是将开启新的历史 你比如这个伯尔特 李约呢 估计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季奥运了啊 2008年 他在鸟巢啊 是连破了100米200米 四成100米的记录啊 之后呢 四年后 2012年伦敦奥运 他又复制了这个惊人的成绩 到了今年 2016年 29岁的伯尔特 已经来到他职业运动生涯 巅峰的末期 伯尔特就说了 希望自己啊 能够再次包然三精 将奥运金牌 增加到9米 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 他肯定将成为有史以来 最伟大的田径运动员 另外一个就是 飞鱼啊 富尔普斯啊 他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哈 四年前伦敦奥运之后啊 说富尔普斯呢 本来都已经宣布要退役了啊 但他啊 还是决定要到李约 来画一个句号啊 现在31岁的这个老飞鱼啊 已经是五届的老将了哈 坐拥18块奥运金牌啊 但他依然想冲击20块 用他自己的话说呀 在悉尼亚 我只想成为团队的一员 那在雅典呢 我想为国家赢得金牌 到了北京呢 我想超越所有的人 那在伦敦 我想创造历史 但是今天呢 现在 我想行走在开幕式上 用最好的方式来代表美国 并使我的家人感到荣耀 接下来再来说说另外一位 内马尔啊 对于足球而言 国奥队 一般来说 他并不太代表国家的最高水平 无论是各国的足鞋啊 还是球星啊 都不太把奥运会的足球比赛啊 看得很重要 但这一回 东道主 巴西 他不这么认为 他们就渴望 在自己国家举办的奥运会上 能获得男足的冠军 那正因为此呢 这巴西足鞋啊 甚至决定 内马尔不参加前不久的 这个美洲杯 让他一心一意啊 来准备这个奥运会 这也就导致啊 在美洲杯上 没有了内马尔的巴西队啊 小组都没有出现 现在在自家门口 内马尔能不能帮巴西队 拿下足球金牌呢 咱们拭目以待啊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伦敦一只小松鼠啊 为了躲避这个狐狸呢 就敲附近居民家的窗户 来求助 那表情是可怜兮兮的 让人看了心疼啊 结果狐狸啊 还真就不敢上前了 都说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人类呢 也应该是动物最好的守护者 浙江举办 百人生乌白米饭活动啊 什么叫生乌白米饭 那就是没有菜 光吃饭 结果呀 一名九龄后的美女 吃了八斤白米饭 夺得了冠军 您瞧瞧 关起这个饭盆 就往嘴巴里倒 这吃白饭的气势 也是没来谁了啊 不见一个海滩 出现了绝美的蓝海景象 海水泛着蓝光 海岸线呢 犹如璀璨的银河星空 美不胜收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大海呀 好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 巴铁的话题啊 上周曾经备受好评的空中巴士啊 这个推出了一辆模型车 叫巴铁一号 在秦皇岛市呢 进行了一场路面测试 引发了关注 不过呢 跟他六年前刚露面时的不一样啊 那个时候啊 空中巴士的这个概念一提出啊 就被多方点赞 而这一次呢 他上路测试就受到了各种质疑 有人现场参观后啊 就说 那个模型车呀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游乐场的水平 压根就没有任何高科技 有网友看了视频呢 就说 这个巴铁一号啊 不过就是一个大号的这个龙门调啊 只要把轨道铺好龙门调 那也可以上路啊 相比这个普通网友 专家呢 则是从这个技术角度 对巴铁呢提出了一些质疑 你看啊 巴铁的高度是四米八 而城市道路上的立交桥啊 过街天桥啊 一般都只有四米五 你根本就过不去啊 对此呢 巴铁的一位这个项目总监就回应说 说可以请这个专业公司 对城市的这个桥面呢 进行升高就可以了 也就是要花几百万的事 不过这么一个回应也太不靠谱了 比如北京 所有的桥 它都是刚性桥 你是没有办法升高的啊 只能拆了桥重盖 这哪是什么几百万就能做到的呢 这是说它的太高了 我们再来说一说 它的巴铁啊 太矮的部分 哪里呢 就是下面让汽车通过的那一部分 按照巴铁这个设计啊 下面的高度啊 只有两米二 这根本就不符合最起码的交通安全要求 二米二的高度只能满足时速不到五公里的这个要求 时速在五十公里以上的马路上 这两米二的进空高度啊 没有哪一个司机敢开呀 在国内外的设计规范当中 连这个非机动车这个道路的进空的高度啊 都得要求是三米五以上 何况是机动车的 此外 这个大车底下跑这个小车啊 看上去很美 但是呢 两个交通系统你放在一块 这个问题就来了 到了交叉路口 你怎么办 大车与小车的行驶方向如果不一致 一个左拐一个右拐 你怎么办 一个要转弯 一个要执行 你又该怎么办 变换车道 那会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 万一小车行驶当中又撞到了八铁 那就极有可能酿成大事故 咱们就抛开这些个先不说 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制度啊 说这个制度啊 算是八铁的最大卖点了 在想象当中 这好像是不言自明的事 不影响小汽车的通行 哎又增加了交通工具 那应该就能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吧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未必啊 在北上广啊 地铁他都制不了堵车 八铁能解决这个难题 你看啊 八铁因为线路覆盖范围很小 分流的乘客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 交通拥堵是一个科学难题 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 通过这个数学计算 通过实验设计啊 下过很大的力气 但是呢 至今连一个完善的交通拥堵模型 都不能建立起来 其实啊 早在几十年前 日本人就有过类似八铁这样的设想 美国呢 也提出过这样的概念 但都因为实用性的问题啊 早就这个放弃了 因此呢 八铁这种概念先行的产物啊 他对交通拥堵的智力 也仅仅停留在概念上 那么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个八铁一号呢 哎 秦皇岛市这个发改委交通科的科长 是这样说的 他说啊 八铁一号这个项目 是按照旅游项目审批的 不是作为交通项目 你看恍然大悟了吧 人家是一个旅游项目 是给人看的 不过这事情并没有就到此结束啊 有媒体调查之后就发现 八铁项目 它被当成了一个理财产品 有一个P2P这个理财公司啊 在运作它 去年底有媒体爆料 说这家公司取闹给投资者啊 年收益超过10% 此外呢 这家公司为了方便运作 还成立了一个什么 中国建设企业联合会 它呢 被民政部认定为一个 彻头彻尾的山寨社团 在这件事情当中 因为这个八铁曾经被评为了 全球50大最佳发明 哎呦 是光环满身啊 又号称是我国全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因此呢 那些从技术角度来质疑的呢 就被某些个人呢 扣上了一顶帽子 说他不爱国 关于这个八铁的争议焦点呢 渐渐的就从技术的讨论 变成了你爱国不爱国的互私 有人就想起了多年前的水变油的这个 这个骗局啊 1986年到1996年 那十年间有一个叫王洪诚的人 哎呦 洪记一时啊 他宣称自己呢发明了一种催化剂 可以把水呀 变成汽油 如此拙劣的这个伪科学 却在当时呢 骗取了上亿的资金 直到物理学家何作修等人用科学事实 拆穿了这个谎言 这个王洪诚呢 才最终被捕啊 而这个流读了十年的骗局呢 也成了中国科学界的一大丑闻 水变油之所以能成为惊天大骗局 就是利用人们对科学的盲目信任 对创新的急切需求 所以呢 对于号称是制度神器的巴铁 它到底是一次创新 还是一场忽悠 咱先呢 不着急下结论 不妨让这巴铁 先跑一会 最近一则虐童案引发关注 云南一男子酒后爆打自己的两个孩子 还晒出孩子被打伤的图片 说我会继续折磨死这两个小孩子 两个孩子满身都是伤痕 看着让人心疼 也很气愤 据了解啊 这男子啊 是因为老婆离家出走 他就拿两个孩子来杀气啊 发上朋友圈呢 是想让老婆啊 看到这个照片就后悔 你说说 这叫什么父亲 竟然如此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 这又叫什么丈夫 竟然让孩子来报复妻子 更让人气愤的是 这个事情被曝光后 出面处理问题的呢 仅仅只是当地的妇联啊 说对这男子的进行了批评教育 这就算了事了 人们就质疑啊 这样一个处罚 那是不是太轻了呢 对于这样一个 这个有暴力倾向的父亲 就应该剥夺他的监护权 暴打孩子 发上朋友圈 居然都无人报警 只是由妇联出面 在很多人这个意识里啊 就认为 打自己孩子 那是人家的家事 警察呢 根本就管不着 这也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 什么局面呢 虐童案呢 一般都很难被发现 你像这一次 那是因为他发了朋友圈 才引发了关注啊 你假设一下 这男子 他不发朋友圈 那么这么一起 虐童案件 就没有人知道了 在我们国家 虐待案件呢 它属于这个自诉案件 而被虐待的孩子 他出于各种原因 就不太可能提出自诉啊 你像这一次 虐童案当中 被打的两个孩子 男孩四岁 女孩两岁 如此年幼 他如何自救 所以啊 怎么及时发现虐童信息 那就成了一个难题 说在美国 它有一个虐童强制报告制度 什么意思呢 就是某些人群 接触到虐童信息的可能性 更大 那他们呢 就被强制要求啊 你们必须要承担 举报儿童受虐情况的责任 哪些个人群啊 你像医生 还有教师 还有警察 摄影师等等 他们都有举报的责任 如果你没有进到举报 医务啊 就有可能啊 被罚款 甚至呢 判你监禁 反观咱们这 哎呦 看热闹的人多 愿意管闲事的人呢 就少 去年南京的虐童案 大家都知道啊 南童并不是第一次 遭到那个养母的殴打 此前老师啊 学校啊 都发现了有虐待行为 但都呢 没有报警 更早之前 也是在南京 饿死女童案当中 这个街坊邻居 社区干部 都知道 那女童的母亲啊 是吸毒的 一直就对孩子 没有尽到抚养义务 但没有谁举报 最终呢 导致悲剧的发生 当然了 可能有人就说了 万一我举报错了 那该怎么办呢 在对待孩子的这个问题上啊 宁可错报 咱也不能漏报啊 即使举报错了 相关联系员上门之后 也很容易弄清楚 社会愿意为儿童承担多大的责任 付出多少的成本 这是文明程度的一种体现 有人就建议啊 也应该像美国那样 设立专门的法律 或者是条款 对于最有可能发现 儿童受虐的人群呢 设立一个强制举报制度 当然了 举报 它还只是一方面 举报之后 如果真的存在虐童事实 那么在法律层面 对虐童行为的惩罚制度 也必须完善 你可不能不痛不痒 就批评两句算了 在这我们就想说 一次义愤 只换来一个受虐儿童的命运转变 只有监管体系和法律的全面完善 只有我们做的多一点 才能够让更多的孩子不受伤害 咱们都说世界上的幸福呢 都是相似的 不幸呢 却各有各的不幸 最近浙江东养一个十岁的男孩 被送到医院抢救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竟然是酒精中毒 而这一切都是他那个不靠谱的父亲造成的 说这男孩的父亲啊 酒量不错 爱喝啊 一日三餐都要来一点小酒 他还有一个愿望呢 就是要把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谦卑不醉 从那孩子三岁开始啊 这个当爸的每天就为孩子喝一点酒 有的时候为啤酒 有的时候呢 是黄酒 今年暑假 这男孩啊 好几次都喝醉了 这一次呢 孩子更是一口气就干掉了一瓶二锅头 结果呢 哎呦 被送到医院抢救啊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啊 幼儿不能喝酒 这是常识啊 这当爸的从三岁就让孩子开始喝酒 那心也真够大的啊 禁止未成年人饮酒 那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家庭呢 也应该成为抵制酗酒的这个政定 你比如英国政府 他为父母限制未成年人饮酒啊 出台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 日本呢 更是规定父母或监护人 发现未成年人饮酒时 应该及时的制止 可是到了咱们这 大人教唆孩子和青少年喝酒啊 很普遍 你像这个浙江东阳这个事件呢 还不是个例 之前的新闻 还有什么潘芝花两岁男童 酒精中毒身亡 还有广西两岁男孩 被灌酒后呢 变成痴呆 这些个新闻啊 都是大人逗小孩喝酒造成的 逗孩子喝酒啊 和目的都是相似的 他们就认为酒量要从小培养 只要每一次给孩子藏一点点酒 从度数比较低的啤酒开始 逐渐喝半杯 喝一杯 让孩子适应酒的口感 那孩子长大后 酒量就变好了 所以啊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啊 大人拿着筷子 在酒杯里蘸酒 让孩子舔一舔 孩子呢 因为 哎呦 这喝下酒之后 全桌的大人还发出正正喝彩 说真是个人才 有调查就显示 百分之八十多的小孩 都曾经被大人斗过喝酒 我们都知道啊 孩子的模仿能力呢 是很强的 这被大人斗酒斗多了 这一旦养成习惯 以后不用你斗 他自己呢 都主动去喝酒了 小小年纪啊 那就染上了酒瘾 为了让孩子长大能喝 就让孩子从小就喝 我们只想说 没有谦卑不醉的孩子 只有你不着调的父母啊 好 接下来说一说 公务员扫街 最近山东几宁 仁城区街头啊 突然出现了一群人 他们要么呢 提着扫帚 要么呢 抓着抹布啊 这里扫一扫 那里呢 擦一擦 忙碌的很啊 不知道的 以为是新招的一批 环卫工啊 可他们胳膊上呢 戴着红袖章 不像是环卫工啊 原来啊 这些人呢 是各个机关里的 这个公务员啊 当地就公开报道 说为了确保顺利通过 国家卫生城市 暗访考核 济宁人城区 发动全区各级各部门 进入临站备考状态 其中 这公务员扫街啊 就是动员工作的重要一环 哎呦 这么一件事就引起了讨论啊 有人就觉得 公务员上街大扫除啊 是不务正业 这会影响到机关的日常工作 你想啊 公务员都上街去了 谁去那窗口服务市民呢 再者说 为了迎接检查和扫街 这就属于临时抱佛脚 属于突击作秀啊 其实啊 公务员扫街不新鲜哈 很多地方都有过 特别是在创建文明城市 创建卫生城市的当头 这种事啊 就更多了 你像这一回 那就是为了迎接什么 创位检查 只是这里头啊 有一个疑问啊 这个创位验收考核 那是采取的是暗访的形式 按常理说 地方政府你是不知道暗访的具体时间 也没办法 这个精准的安排公务员扫街啊 可是您看看 各地公务员扫街 基本上都是精准的应对到了你暗访时间啊 甚至呢 公开发文通知 说暗访组要来了 你像这个济宁这一回就是各部门严正以待 进入临战被考状态 请问 他们是怎么知道暗访主要来的呢 这就说明啊 验收考核的所谓暗访机制 它本身就弄虚作假 暗访其实是提前通知的明访 这检查呀 你弄虚自然就给了公务员扫街应对检查的机会 在这里 我们就想说 创位 它不应该是公务员扫大街扫出来的 创位 可别成了创位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来介绍瑞茨啊 微笑洋葱啊 洋葱好吃 但切洋葱的时候就遭罪了 洋葱啊 它会分泌出一种催泪煤啊 让你泪眼朦胧 为了切洋葱的时候 不那么感动 那人们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 有的是把洋葱放在水里边来切 有的是把洋葱冰冻了以后切 还有的干脆戴一个防虫面罩在那里切 哎呦 麻烦得很 最近啊 日本有一家这个食品公司呢 它推出了一个微笑洋葱 所谓微笑洋葱呢 不仅不让你流眼泪 哎呦反而让你呢 微笑着切完整个洋葱啊 他们呢是用这个辐射离子 照射这个洋葱 可以成功的抑制这个催泪煤的生成 就减少了洋葱刺鼻的那个气味 这样呢 你在切洋葱的时候 就不会变得泪眼朦胧了 更关键的是啊 这种微笑洋葱啊 它还自带一点点苹果和亚洲沙梨的这个甜味 你切的时候呢 闻着这么一种甜甜的味道啊 就会不知不觉的在那微笑 哎 前不久 这种微笑洋葱在网上啊 试卖 价格呢 比那普通洋葱要贵一倍 但仍然是被抢购一空 看起来啊 大家被洋葱折磨得不轻啊 当然了 也有人就对这种微笑洋葱啊 微笑不起来 觉得洋葱如果不刺鼻 那就没有那个味道了 那还叫洋葱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拨开我的心 你会比酸 你会流泪 只要你能听到我 看到我的全心却影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明天中午 接着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